2024年的台湾大选和平与战争成为热点话题 中国解放军最新向五角大楼誓言 在台湾目的上绝不会丝毫妥协退让 大选日逼近时刻台湾前总统马英九 接受德国资深专访之说 就两岸关系而言你必须相信他习近平 马英九为什么相信习近平 他的说法是否会对选情造成影响 国民党总统候选人侯友宜对此回应说 两岸关系线下不同于马英九政府时代 他称获选后在院内不会触及统一问题 2024年的两岸关系和2015年的马戏会 会有什么不同 在台湾问题上习近平是可以相信吗 今天我们请到两位嘉宾一起来讨论 上面提到的这几个问题 第一位嘉宾是独立视频人 专栏作家蔡上空先生 蔡先生您好 那第二位是台湾政策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 资深研究员宋郭成教授 宋教授您好 主持人您好 蔡先生您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好了我们宋先生回来了 那么我第一个问题呢 我请问宋先生 马英九的这个采访呢 是引起了非常大的关注的 尤其是他这是在两岸关系上 必须相信习近平这个说法呢 是关注中的关注 所以我想请你来解读一下 马英九为什么会说出这样一句话 因为我们知道他在2015年 跟习近平有一个习马会 或者叫马习会 那次聚会或者叫见面 会不会习近平给他说过 什么一些外界不知道的东西 以至于马英九到现在 对习近平有一种深信不疑的感觉呢 我想马习会应该是 这个马英九先生认为 他从政史上 他认为是最值得喝彩 和值得被历史所记录的这个事情 所以他经常就念之在之 而且念念不忘这一段 他和习近平见面的时光 那么是不是有些什么样的 安排交易 或者是有些什么样的 习近平给他什么样的承诺 我们不得而知 但是我们这么讲吧 我直接聊天来说吧 我想马英九先生这一次 接受访问所发表的谈话 我认为证明他应该这么说吧 他应该是生病了 而且病得很严重 为什么 因为纯粹就他所说到的 两岸关系必须相信习近平这件事情 大概在台湾是没有人会认为 马英九讲这句话是可以被相信的 所以你马英九你很相信习近平 但是我想全台湾人民本身 就不会因为你 绝对不会因为你主张相信习近平 所以大家相信你马英九 这个是我特别讲的 特别我就说要提到 你说相信习近平 到底相信习近平什么东西呢 你要相信他撕毁中英联合声明吗 中英联合声明吗 你要相信他用国安法镇压香港吗 还是说你要相信他用再教育之民 对我族人本身所进行的种族灭绝吗 所以我们很悲伤的这么来讲 很悲伤的这么讲 全世界大概除了马英九行人 跟大陆的所谓的韭菜百姓 相信习近平之外 我想台湾内部没有人会相信习近平 所以这句话我觉得是 讲得非常的不妥当 当然你要问他为什么这么讲 我基本上他是爱中国 甚于爱台湾吧 我讲的非常的露骨 他认为他是一个 具有一种不可救药的中国情节 特别是大中国情节 一种统一的胸襟的这样的一种 我认为是这样的一个情节的 一种不可救药的一个状态 而且到了年纪越大的时候 我觉得这个状态越来越发酵 而且越来越明显 但是我要强调就是说 不仅是他这一句话 他其实还有更严重的一种表达 就是说他认为我们台湾 不应该依赖防御来决定 我们台湾人的命运 这个是最糟糕的一种说法 他是甚至认为就是过去 这个台湾政府主要是指民党政府 用这个备战本身的这种政策 是给两岸关系带来灾难 这种话如果这样逻辑推下去的话 那所有的国家如果设有国防部 那都变成了所有的灾难的国家 那么没有任何一个国家 本身不用这个博防的武力 用这种防御的措施 来保障自己的国家安全 或者是抵挡外来的一个欺负等等的 所以除了您刚刚所讲的这个相信习近平这个话 确实是在台湾造成了骂声一片之外 他其实在他的台湾当中里面 最危险的一个想法就是说 他认为台湾不应该用防御 来决定台湾自己本身的命运 反而应该是要跟中共谈判 用中共这个交流 用这种和平的这种方式 用民主的方式来解决两岸关系的问题 中共是一个没有选举的国家 但是他到处去干预一些有选举的国家 那么中共对内如此的专制和独裁 他怎么可能跟台湾来讲民主呢 而且他的所谓的和平 是要以这个中国的统一 台湾要并吞到中国大陆 成为他的一部分的这样的一种目标 来作为所谓和平的一个 和平只是一个手段 不是一个目的 目的他是要并吞台湾 所以您如果要问我说马英九怎么了 我觉得他应该是生病了 因为我所谓生病的意思就是说是 他应该是一种在认知上 有一种选择性的偏执 譬如说对于这个中共 镇压香港的问题 还有就是维吾族人的问题 乃至于他支持俄罗斯侵略 乌克兰的这些主权侵犯的问题等等的 乃至于每天在我们头上绕的 这个中共军纪的这个问题 他一概的就用他的一种 大中国情节来把它过滤掉 选择性的去忽略这一些 对中共对台湾这一种霸凌的事实 而后呢是选择性的 再去强迫他自己所幻想的那种 所谓的中国的一个幻想 或者一种中国的梦幻等等的 所以他就是一种认知上的 一种偏执的一个状态 而造成了他今天做出了这一种 我认为是非常不恰当的命运 一种说法 所以其实他这个东西 是有很大的一个助选作用 对什么人助选呢 对民营党助选 所以你看现在国民党中央 都急忙的切割 就您刚刚所提到的 以前的马英九时代 和现在的这个侯友宜的时代 两个关系有所不同 那当然这个是另外一个话题 所以你看看侯友宜 因为这样的一个冲击 我觉得他的支持度和他的选票 如果是配合着民进党 所做的那个在路上的那个影片 那个视频来做比较的话 我个人认为 这个一来一往之间 应该有50万票以上的一个差距 所以现在国民党内部也反弹很大 认为马英九其实是一个猪队友 在这个选举敏感的时刻 发表了这样的一个专访 实际上是对国民党帮了一个倒忙 而无形中是怎么样 变成了是民进党明天的这个大选 一个最有力的最及时的一个吹标机 我的一个朋友于平先生 在推特上我们对话 他说这个马英九这句话 能够为民进党带来5万的选票 那么你成了10 这是很有意思的一个观察 这个台湾民意基金会董事长 尤应伦他在脸书上写了一篇文章 他说马英九这娄子捅大了 他这个标题叫这个 然后他分析马英九这么说 是马英九代表的是中国国民党 传统的政治立场与态度 那么这一股政治力 在台湾民主化之后 逐渐示威担任 继续存在 是岛内亲中势力的一个化身 这是他的一个观点 那么这个现在我们来看 这个事情呢 这个结果出来以后呢 我们都知道这个各个政党 都跟他这个都有表态 那么柯文哲呢 说呢应该相信自己 相信自己比较安全 那么赖这个 萧这一边阵营呢 就把这个话接过来了 就把是相信台湾 还是相信习近平的这么一个 这个对比啊 摆出来让台湾人民来选择 那么最多反映的应该是 这个国民党这一边 那么国民党这边呢 侯友宜呢 已经两次跟这个马云牛进行了切割 那么这个侯友宜呢 他这个话呢 我先给大家介绍一下 然后我们再请这个 我们的蔡成功 先生来点评一下 侯友宜的第一个说呢 就现阶段和当年 马总统任务的状况不一样 因为时空环境大幅改变 美中关系也不同了 他强调对中国的任何意图 从来没有存在 不切实际的想法 那么换一句话说 就是他批评马云九 不切实际 这第一个 第二个呢 侯强调呢 马云九跟他有很多主张意见 是不一样 我在任内不会触及统一问题 两岸不能只能靠 当方面的上议 实力最重要 所以说现在看的情况来看呢 马云九说了这通话 各个政党都不支持 那么尤其国民党对这个 马云九的这个讲话 这个切割的最厉害 最新的消息是 这个选签之业 马云九的民党 没有出现在 国民党的那个 站台的民党里头 那么我看到消息是呢 这个南云大嘎 几乎其聚 唯独马云九的民党 不在里头 那么南云回应说 为避免民进党利用机会攻击 因此呢不请马云九出席 所以说呢年代请蔡成功先生 点评点评 马云九这次接受 德国之声的这个专访 我个人认为 很大程度上 他还是想为国民党来周旋 当然呢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 这也是中共统战的一个产物 我们知道 德国之声呢 在很大程度上 他是呢 清华的这么一个外媒 他要做一次专访 他之前呢 他肯定是做了精心的准备 但是呢 我看整个访问下来之后 连德国之声的记者 都感到有点很难堪 他没有想到呢 马云九是这样的一个态度 是不是啊 刚才呢 就是就像宋先生呢 所提到的 不仅仅的是在两岸关系上 相信习近平的问题 还有一个呢 他就是提到呢 这个台湾啊 这个防务啊 尤其是过去啊 民进党执政这个八年啊 大幅度的增加军务 这个防务开支啊 导致这个中国呢 对台湾呢 有这个武力威胁的 这样的一种举动存在 更重要的呢 他还放出了一种话 台湾那是永远打不赢的 这个你不要去尝试着 去跟中国呢 发生战争 当然呢 这个是在某种程度上 是存在的这种事实 但是呢 作为一个国民党的前主席 一个执政台湾八年的总统 讲出这样的话来 实际上呢 从某种程度上 是一种败台求荣 他向谁求荣呢 实际上是向中共 生出了一种橄榄枝的 这样的一种型号 是不是呢 代表了国民党 现在的国民党呢 不排除 现在的国民党的 这个整体的队伍里 还存在着 有这种侥幸的心理 还继续呢 广想着像过去一样 再来一次所谓的国共合作 但实际上台湾的民主转型呢 已经取得了巨大的这样的一个成功 还想幻想着像过去国共这样的合作 基本上呢是不存在的 而且呢 也不可能呢 再走这样的回头路 马英九呢 这次是严重的误判了形势 当然了 也不可能的是一种误判 我觉得呢 台湾的政治人物 这几年呢 只要是跟大陆频繁往来的 基本上都会比软红 马英九这次的专访 只是呢 他撕下了过去 他这种面具 我们看到呢 过去的台湾的国民党的 这个主席啊 前主席 这个洪秀珠啊 他的每一次发言 基本上 我觉得呢 比中共的 这个统战部门的这个言论 比中共对台部门的言论 是更加的呢 这个正确 所以说呢 实际上国民党本身呢 他还抱着一种 想跟中共啊 迷来远去的 这样的一种心态 所以说才会导致的 马英九这次的专访 说了一些呢 在外人听起来啊 非常之震惊的 这样的言论 但是我相信这个言论呢 出来之后 台湾的选民 绝大多数的选民 是听得明白 听得出来的 这个在第二次的选举中 应该呢 会做出正确的选择 之所以呢 国民党现在的选举 这么艰难 也就是因为呢 国民党内部 本身呢 跟中共 迷来远去 抱有太多的幻想 有很大的关系 因为台湾民主转型呢 成功之后 人们认为呢 离开了中国 如果是不跟中共 继续的交往 台湾呢 走向世界 这是有可能的 这个存在的 而且是有希望的 之所以民进党 过去的八年 代管带领台湾 渐渐的托中 拥抱世界 实际上是取得了 巨大的成功的 过去在马英九时期 我们讲的台商啊 主要的盯着中国大陆 这一块 当然呢 在这个过程中 很多的台商 也在中国呢 获得了巨大的 经济上的利益 但是呢 在政治上 实际上呢 是越来越 失去了主动 这就是呢 台湾呢 之所以呢 今天呢 这次选举 面临着这样的一个 重大的 这样的一个选择 也就是呢 无论是选择和平 还是选择战争 我觉得呢 跟政党啊 是有很大的关系的 因为呢 香港已经跟台湾人 做出了很好的示范 国乌战争 乌克兰的这种呢 自卫战啊 实际上也给台湾人 做出了很好的一个示范 国乌之间呢 是边界完全的交织在一起的 俄罗斯以如此庞大的军力 打到现在 并没有是完全的 有取胜的 这样的胜散 但是呢 台湾跟中国啊 毕竟是隔海相望 如果真是中共擅自的 要发动一场战争 并不见得呢 能够取胜 所以说 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 我觉得呢 用战争 捧下的手段 不可能呢 能够流转 这次的选情 我们的油管网友啊 有一些讨论 那么我练一下啊 那么刚才呢 我们两位嘉宾批评 马英九的多一些 那么 我现在练的两个呢 是为马英九说话的啊 民进党不敢读 这位油管网友说呢 马英九为了两岸关系缓和 而说相信习近平 是场面化 就像布林肯说 美国不寻求改变 中国的政治体制的话一样 正常成年人都听明白了 除了装碎的啊 这是一位 另外一位呢 叫高朱彻啊 他说马英九说的是 have to 而不是must 其本意应该是不得不 而不是必须 或者应该 如果翻译成不得不 那么马英九这句话 意思就是他不相信习近平 马说交流重要 举例说 美国以前和中国也签署了很多协议 虽然中国也有很多没遵守 但唐就会有协议 你明知他不可信 但也不得不trust他 有什么办法 如果你认为沟通 还是有必要的话啊 这是两位我们听到的 比较难得的声音 那么接下来就是说 继续讨论啊 我们请教这个宋教授 那么这个侯友宜呢 他强调这个很大的一个意思 就是说 现在的这个时间呢 跟喜马时代 就是马锡汇的那个时代不同了 那么我能不能请我们的宋教授解释一下 台湾怎么看 侯友宜所强调的 现在这个两岸关系 和2015年的马锡汇的时代 的两岸关系是不一样 这里有什么大的不同呢 最大的不同就是 当时的两岸关系 基本上 大陆方面比较虚弯 比如说台湾的资本的投资 就是台商的投资 同时他也 在那个时期 中共比较强调 就是两岸的一种交流 特别是民间的交流 来 至少能够来缓和 49年以来 两岸存在的一种军事对峙的一个局面 所以当时中共的一个对台政策 基本上是一个比较软性的诉求 是一个比较缓和这样的一种政策 那么所以简单的来讲 就是说那个时期的两岸关系 基本上是一个比较平缓 或者是一个比较友善 度于敌意的那个年代 可是不要忘记了 就是说自从习近平这个党权以后 他的这个鹰派的这个民族主义的这种力量 乃至于就是说是 他的所谓的中国梦啊 民族的复兴等等的 内涵的必须要统一台湾的 这样一个目标的情况之下 那么开始就对于台湾 有各种不同的 甚至是更为强硬的一个政策 特别有非常重要的因素 就是说在马英九那个时代呢 台湾本身的一种民族的制度 的这个施行 还有就是台湾人自主自觉的 这样的一个信念 不像今天那么样的成熟 而那么样的坚定 现在的台湾人认为就是说 不管你中共怎么说 我台湾人 我是我自己的道路 那在马英九那个时代当中里面 可能这样的一种声音 那种自觉自主独立的那样的 这个力量不是那么的明显 可是现在这个时候 台湾人本身 这个自觉性的一种信仰 是已经非常成熟而且非常强大 所以刚刚有一位网友提到 就是说马英九可能有一些 不得不的一个苦衷等等的 我相信多数的台湾人认为 现在我们没有什么不得不 没有必要我们一定要承受 你中共所定义的两岸关系 我也没有必要就是说 在你的框架当中里面过我自己的日子 换句话说台湾人民本身的 自觉和独立的一个意识 已经相对于马英九那个时代 更为明显更为坚定 而且是更为的词而强而有力 所以这是一个两岸最大的一个不同 所以马英九这样的谈话 我觉得在一个时空上 是有某种程度的一种 倒退和错乱的一个现象 当然他的中国情节本身 可以被一般的所谓的外省第二代 或者是统拜人士可以去共享 或者是去分享 这样的一种历史的情怀 或者是一种加鬼的情怀 但是你把它摆在当前 这个两岸的政治现实上来讲的话 这个谈话本身本身就是失去了 他这个或者是错乱了 当前两岸关系的一个基本的形式 也就是所谓的误判 或者是一种虚幻的一种幻想 所以简单来讲 如果要比较严厉的来说吧 马先生这次访问 基本上是他一个比较真实的 面目的一个显现 那么不一定就是有虚伪造成的情况 是一个很比较原真的 比较素朴的马英九的心态 和他的想法的一种显露 但是从其他的人看来的话 这可能是被界定为一个叫做 台湾向中国投向的一篇告白书 一种自白书等等的 但是有一种认为 也有人认为就是说 正是因为这个马先驾一个不恰当的谈话 他怎么样误打误撞的 发挥了一种叫什么 曲线救台湾的效果 意思就是说我们从你的这样一种 荒腔走板的谈话当中里面 我们反而看到就是说 我们应该努力的方向在什么样的地方 所以也许我们说他是因祸得福 但是这样一个心态的表露 我觉得更让很多人 台湾人想清楚 就是说两岸关系本身 不能够如马英九所说的 依据中共所设定的框架 和他所定义的一个教条 来决定台湾人的前途 最重要的一点是 我们自己本身已经足以 摆脱中共任何的武力威胁 和战争的恐惧 我们台湾人可以用自己的力量 用自己的实力 来走出自己本身想要走的道路 我觉得还是有一些不同的 那么我再看看 有一些不同 这个老蔡 蔡先生我们没有时间了 这个请不用补充了 我们没有时间了 那个最后我练几个 网友点评 我们就开始差不多了 这个X网友 他说这个答案 他说马英九相信习近平 其实想表达的是 要相信国民党 只有深浪路线 才能缓和两岸紧张 但这种选择 选举语言 并不反映台湾民意 侯友宜的表达 才更接近民意 那么X网友杜三元说 马英九坚持接受 德国之声撰访 成了压倒国民党选亲的 最后一根稻草 他已经成了投降主义代表 明年的选举 侯兆沛必败 那么我们要感谢 我们的独立视频人 专栏作家 蔡成功先生和台湾政策大学 国际关系研究中心 知识研究员 宋郭陈教授 参加今天的十四大家谈 我们的两位嘉宾 在节目中发表的 都是个人观点 不代表美国之音